再来加 我觉得还是要交同期比较 同期比较 就是很多人都会很关心一下 这两期的变化 首先 首先我们稍微把这张图画大 先输入同期比较好了 各位知不知道同期比较就是指说 相邻的两年 各月的比较 好 假设我有一张图 然后这边放的一定是X轴 一定放的是时间 所以可能就是1月2月3月 一直到12月 那这里面Y轴所呈现的值会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我现在的14日再住院率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两条线的一个比较 这是我想最容易让主管看懂的 好 所以我们现在空白地方点一下 接下来视觉效果 最容易看懂的图是折线图 折线图 就是我这边就画两条线 可以哦 两条线 好 那麻烦请右边稍微留一点空间 好 首先 这张图 我的水平坐标是时间 也就是X轴是时间 所以在栏位里面 我们的轴应该要选 14日再住院率里面的这个时间 时间是年度纪别2 好 有看到这个同期比较 年度纪别2 那请问我们的Y轴的这个值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一个 这个 就是全国的指标值 记得这个值要放平均 平均 好 可是这是各年 对不对 我希望是 我希望是两年的比较 所以 所以呢 这个 X轴 我要向下 探索 请问 要向下探索到 这一个 两个往下 还是连续向下探索 当然是 就是两个往下的这个图示 请点他 是这个图示 这边是不是有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可是请问你有没有发现 这里面 这里面 他把2021年的第一季 加2020年的第一季 加2019年的第一季 加2018年的第一季 每一年的第一季 是不是都加在这边 而且取平均 对不对 我现在应该是这里面 至少应该要呈现很多年 假设2010年到2021年 应该是2011 2012年到2021年 所以请把这边 是不是有一个 年季度别二 年度季别二 按住他托役 托役到图例 为什么 因为你不能再打勾了 本来就已经打勾了 对不对 本来打勾是给轴使用 现在是要给图例 好 请问一下 为什么现在画出来是一个点 一个点 就是很多个点 那是因为 现在这个图例 他所指的是日期 有1月1号 1月2号 1月3号 当然就会有一个一个的点 在这边 所以要把这个图例里面的年度 纪别二 请改成日期阶层 请问是不是有很多条线 通常我看到这样的线 我会觉得说 哇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吗 这是值得我们分析